这条就是要解决了compound inequality 看到这里有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解决了整组的compound inequality 做法和一般的都是一样 各自解决了in equality 然后把它夹在一起 所以先做part a 第一条就是负 x-2 大过12-x over 2 我们这次可以直接把2 乘去比旁边负x-2 所以2√x-2 大过12-x 而你拆过后 可能有直接跳步 变成负2x-4 也没问题的 今次试试我把负2x 搬到右边 变成正2x 所以我就会写 负12-4 大过2x-x 这边就是负16 大过x 但现在我左右两边 想调位写回 我就要把不等式的箭序 它相反 所以第一条式 x就会小过负16 然后呢 还有这条 10加x 大过4 x就大过负6 这个相对比较容易 那就是说 其实你有两个的答案 x小过负16 或者x大过负6 那我们就画下个数线看一下 那你就做到x小过负16 或者x大过负6 所以最终答案呢 仍然是x小过负16 或者x大过负6 因为这两个没有重叠 但是不要紧要 我说有线复害的就可以了 所以 the final solution is x小过负16 或者x大过负6 到part B 它要找个最大的负整数 符合这个不等式 就是找个最大的负数 又要大过负6 小过负数 这边不用考虑了 因为这里只会越找越小 我们回到这里找 有哪个负整数 是大过负6 而最大的呢 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负1 the required integer is 负1 这样写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